在男音的表演中 一些演员手中拿着两片主板 在演唱时做出清脆的打击伴奏 那么如果将这种打击乐器大量使用 会是什么效果呢 这种打击乐器叫做四宝 大多使用竹子制作 取竹节的两头 长约二十厘米 宽三厘米 经过碳化处理后 它们会变得坚硬 两头的竹节凸起处 相互碰撞敲击 声音非常清脆 顾名思义 四宝共有四片主板 需要演奏者一手持两片 可以单手合拢敲击 双手交替敲击 和手腕快速抖动 发出颤音 四宝表演者 是来自厦门小白鹿艺术学校的 四十个非常年轻的小演员 它们大多还都处于豆蔻年华 按照现在的流行语 它们就是一群小萝莉 四宝的演奏颇具技巧 导演组专门从厦门南乐团 请来四位老师 演员们自然分成四个小组 近距离跟随老师练习 没过多久 一群小伙子带着骨加入进来 这群小伙子按照现在的流行语称之为小鲜肉 它们的骨看似普通 击打起来却能产生不同的音调 坐在中间的这位老师 就是这场节奏盛宴的领奏 骨能够产生音调 是因为它们把脚放在骨上 不断挪动位置 令骨面受到了不同的压力 配合着双手击打的节奏 骨面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古典 这就是福建泉州地区 著名的文化遗产 鸭脚骨 这又是一个体现了闽南文化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 一群男孩一群女孩两种独特声音的节奏交织在一起 就像站在古厕的屋檐下聆听一场倾心连绵的闽南春雨 然而 基于金砖会舞的活动特性和外交礼仪的考虑 导演组认为 鸭脚骨在演奏时 足部正对观众 可能会因为各国文化不同 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他们决定 只留下鸭脚骨的领奏一个人 置于舞台一侧 改变角度正对四宝演员侧面对着观众 那些小鲜肉变成了小观众 这样既能够展示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鸭脚骨 又消除了产生误会的可能 这位鸭脚骨的传承人将成为节奏指挥 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闽南独特的鸭脚骨与四宝 第三次向全世界展示闽南独特的鸭脚骨 vista的鸭脚骨与四宝 第三次向全世界展示闽南独特的鸭脚骨 主要的冠承人方高估南独特的鸭脚骨 北部立马独特的鸭脚骨与四宝 你的内容里不完全外众 你的臉当李北部立马独特的鸭脚骨与四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